我和Mo和由第一集延續下來的安哥哥 郭俊安 有個三角關係也是挺有趣的關係 我眼中只有安仔 安哥哥從我第一集開始 我是一個粉絲 是很崇拜他 他也是我師傅 第一集是小女兒 第二集Yan真是成熟 一開始我和安仔已經在拍拖 由一開始拍到現在 我想都有四五年 所以這個角色和我一起成長 由我剛開始拍劇到現在大過女兒 有些人說我做到主角 好像和我一起成熟 所以Yan始終在我心裏 一定是有一個位置 我也是一個戲 是假的 但她經歷的事我也很入心 所以我也覺得是一個代表作 又多謝監製和編審 寫了一個十分討好的女生 我壓力就是到我這個角色成長 我自己是一個演員 也希望觀眾看到我的成熟 看到我的進步 對 跟事弟時侯 每個人都是 只有我一個孫子 在那邊 在那邊黏著她們 所以自己也要努力 電影一定要是 不可以失禮 對 不要說去到他們的層級 但也不要太失禮 不要被比一下 不然大家就看得不投入 所以壓力也在 當然Marco的製作 他每次找我 我都是110% 希望可以給他 我第一套劇的正強引 已經是Marco找我做 當沒有監製在明珠台 沒有監製在明珠台 拉到我出來的時候 Marco真的給了我一個機會 他說我在電梯裡 跟他打了一個招呼 是嗎 就是在電梯裡打招呼 是呀 這樣拔了你出來 在明珠台 是呀 就是在明珠台拔了我出來 給我一個機會拍第一套劇 所以他真的是我的白樂 拍多了六年了 是呀 好像最近 最近大家都在問我這件事 喂 差不多了是不是 是呀 到了某一個年紀才開始 太遠了 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朝著這個方向去 但暫時真的沒有這個 只是朝著 我跟他都這麼久了 我覺得他都很好 所以如果是他的話 也不是一個不好的選擇 也不錯 但我們兩個都是很沒壓力 家人也沒壓力 我們對其他人也沒有壓力 很理解 而且他也對我很牽手 知道我的工作需要什麼 或者我一開劇 人就會不在這裡 不在家 他也很理解 所以 有時間陪他 對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我少時間陪他 我們拍拖 但我很多時候都在拍劇 所以可以保持到好像有個新鮮 我覺得結婚都是一張紙 就是我覺得可能生小朋友的話 結婚可能是方便一點 就會結婚 我覺得在我的腦海裡面 我imagine我以後的 我也覺得會有小朋友 但暫時還沒想到什麼時候 或者有沒有時間線 我又沒有求婚 如果他求了婚的話 我應該不會忍心說no 他不會在我沒有批准的情況下 我沒有批准的 原來是要給你一點驚喜 不用了 不用驚喜 這些成年人 這麼多年 我想無論如何都會是聊天 然後才 試一下聊天 聊天 你不要給我驚喜 聊天 我們來說 又不是見了家長姐結婚 也不是的 但大家都是相處得很融合 但不是的 你沒有催婚嗎 沒有 我爸爸媽媽永遠都不會做這些事 是嗎 可能婆婆也有說過 婆婆 婆婆不是結婚 婆婆也想要孫 婆婆一下就跳到孫 完全沒有計劃 努力多兩年 這樣就 兩年太快了 太快了 兩年都 時間很快 那你要多少年 我十年內都可以生的 是嗎 看看天意 看看天意 你有了才結婚 是有了才 會不會 我想我又不會 我有計 我又是 不會突然間去做一些事 不會才做媽媽的 我想也不會 不會偷步 也應該不會偷步 循序戰爭 可能你幾年前問我結婚 我都直接說不結 所以現在已經進步了 我想我可能結婚 所以小朋友再下一步 過多兩年再問我 其實我有個實質的答案 可以避免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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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